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花卫当中又以牡丹花为他的最爱 那么这是一件我们叫做成善 成善作品一般来讲的话就一面画一面字 这个都是由他个人来创作完成 那看到书法这个部分 他在八十几岁的时候还能够写这样的小字 而且写得这么公整 你就可以看出我们中国人讲说书画同源 那么你没有一个好的书画功底 书法功底就很难在中国水墨画上面达到高峰 这个是他的作品 另外我想要介绍一下 这是仙母陈美华女士的作品 那么像这样的扇子叫做团扇 他画在这个娟所做的扇面上面 那我母亲她是非常的辛苦 那么养育我们五个孩子 所以她并没有太多的时间从事艺术创作 但是在她这么忙碌的生命生活当中 有闲暇的时候 她就会拿起画笔来做这个绘画创作 自由成长于书香门第 父亲和母亲在生活上以身作则 在艺术上寻寻教会 这些都是高耀星博士授意一生的财富 在台湾当时的这种物质环境底下 应该是讲非常辛苦 我们家有五个孩子 我是老大 我底下有三个妹妹 一个弟弟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 那么我父母亲他们是非常非常辛苦 竭尽所能的那么提供我们兄弟姐妹 一个好的受教育的环境 但是在这样一个艰苦奋斗的这种物质条件底下 他们始终没有忘记就是学习读书 我记得我从小就是在这么一个绘画 然后诗词还有歌唱音乐这么一个环境里面 虽然物质辛苦 但是精神上是非常的丰富 人们常说 四十不获 五十而知天命 高博士曾经和家人度过艰难的岁月 在不断感悟艺术魅力同时 也坚定了自己的使命 我在1990年的时候 那时候有机会到国外来求学 后来在92年的时候 我顺利地进入了 Montraeo的McGill University 在那个地方我取得了硕士学位 之后又申请多大的博士课程 也很荣幸地被录取 所以后来我又到多大来进行我的博士研究 所以我跟加拿大的渊源是怎么样起来的 高耀星在多伦多大学攻读政治学博士 在撰写毕业论文的时候 他一度陷入到迷茫当中 没有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向 在这种很痛苦彷徨的时候 我这个老师也给了我一个建议 他说耀星你不是很喜欢艺术吗 不是很喜欢中国书画吗 你为什么不想着怎么样把你的兴趣 跟现在你要完成的这个博士论文做一个结合 他推荐了我几本书 包括Brushes with Power 这个很重要影响我很深的一本书 就是他怎么样地把艺术跟政治做了一个连结 从艺术的角度切入 然后去探讨政治的一些上面的问题 这篇论文为后来的职业转型埋下了伏笔 2010年上海世博会高盈先生应邀在中国馆和台湾馆现场辉豪 让高耀星意识到文化交流的重要性 当时在这个时空环境底下就给了我一个鼓舞 说如果父亲在艺术上面有这样的一个成就 达到这样的一个高度 我可以借着画廊一方面来宣扬中华文化 一方面也是跟父亲做个配合 当然我在做博士研究的时候 我当时已经认识了很多的艺术家 因为我长期自己本身对于艺术的这种兴趣 所以当我要开画廊这个消息 我向我的朋友来进行宣布的时候 很多的艺术家都愿意跟我配合 当中比如说像朱君山朱老师 马鹏 马老师 他们都是在多伦多本地 已经享有盛名的非常资深的艺术家 对我都给予非常大的一个支持 这给了我初步启动的一个信心 因为出身于学术圈 高耀星最初把画廊定位于 纯粹的国画艺术交流 而在多伦多 这意味着是一个高端而小众的市场 那确实刚启动的时候是跌跌撞撞 但我始终有一个概念 我还记得那时候刚刚开画廊的时候 我请我父亲给我写了两个字 那么作为我自己的一个期许 他写的是诚信两个字 我希望就是说自己能够用诚信来带人 用诚信来做生意 当然后来随着时间发展 你会觉得说当时这种想法是有一点点天真浪漫 但是固然如此 我还是觉得我们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不要偏离初衷 经过几番探索 高耀星博士逐渐把服务 扩大到书画收藏 艺术策展等多个领域 多年来 高耀星博士在媒体上开设专栏 向大众普及中国 乃至东亚的文化艺术 同时也帮助诸多的艺术家 在加拿大完成作品展览和传播 很多的艺术家 他从世界各地移民来到加拿大 在我们加拿大这一个多元文化的环境里面 自由开放 人民来讲的话相对友善 而且对于艺术这种尊重 反而在这里你提供了很多艺术家 很肥沃的土壤 让大家各言而至 让大家各自发挥 所以我在加拿大这个地方 我真正接触到很多 特别是很多年轻的这些艺术家 非常的有憧憬 非常的有想法 而且也从这里获得了很充分的养分 最近两年因为疫情的原因 高耀星博士逐渐把工作重心 转移到线上进行 同时也不断丰富着自己的收藏领域 因为有一个机缘 有一个特别家庭的因素 我们断然的就是说我们暂时把实体的画廊放下 接着疫情就来了 在过去的一年多当中我们也在摸索 怎么样的运用网路的能量 还有过去我们累积十几年的一种人脉资源 这当中有买的有卖的 有收藏的有评论的 有本身就是在做艺术交易的 等等这一些关系网络 把这些能量怎么样把它整合起来 多年来从事文化推广的事业 高耀星感觉自己最大的收获 是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艺术家和合作伙伴 虽然大家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 但是彼此包容互相学习 向着共同的目标而努力 再一个部分应该是讲众志层层 你凭自己一个人任何的努力都是有限的 这也是我过去十几年来深深的一个感受 我们很多的活动得到社会的认可 表面上好像我站出来在台前致辞 在台前颁奖 在台前接受人家的恭贺 事实上后面有好多的伙伴默默地在付出 在努力 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对于这些一路同行 给予我帮助的老师朋友 还有我自己的家人 我都是内心充满了感激 一定要引起大家的共鸣 然后把大家各自的资源 能力 才干 汇集起来 你这样子才能够在社会上形成一个 有形的力量 受到别人的尊重 感谢艺术家们的努力 也感谢像高博士一样的传播使者 只有更多的交流和切磋 才能让艺术没有国界 成为大家共享的财富 感谢收看我们的节目 也希望今天的节目陪您度过了一段愉快的时光 欢迎您打开手机 扫明屏幕下方的RV码 关注我们电视台的微信号 了解更多精彩的节目 祝各位观众朋友生活愉快 我们下周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